这条新闻呢,是关于这个荷兰的阿斯麦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,他说美国最新的这个限制措施 对,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不太想要配合 这个公司呢,他们是一家欧洲公司啊 然后呢,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 他们用的这个美国的技术也是有限的 这也是一个理由 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是可以不用遵守美国的规定 在这个今年的早些时候啊 这个美国呢,再次向这个阿斯麦这家公司施压 要求他们呀,就是不要再向中国销售 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近末式的光刻机 这种光刻机呢,是继这个极紫外光刻系统之后的 第二最先进的这个产品 不过截止目前 阿斯麦呢,并没有同意 美国停止向中国供应这个光刻机的这个要求 并且在六月的时候 荷兰首相马克·旅特表示 欧盟啊,不应该孤立中国 欧盟应该制定自己的 针对亚洲国家的政策 另外呢,在欧洲这边呢 德国总理奥拉夫·舒尔茨他也表示 与中国脱钩是解决经济困境的错误答案 这条新闻就是这样了 谢谢大家